商圈冷冷清清店家拉起红布条公告出足讯息 或是在铁门贴上网路商场网址 请客人转移阵地多多支持 整条看过去红通通一片 这里是基隆艾斯路夜市 因为疫情从5月中停业至今 不少店家快撑不下去 走了一圈将近10家店面招租中 我们这些是自己的家书更不用烦恼担不 我招租的人炸就不行 很津津赞赞的 超人的 只是日子苦了这么久 13号终于要迎来为解封 摊商们还是心驾驾 到底要不要恢复营业 夜市摊贩管理委员会日前举行线上投票 总共有180个摊贩 只有50摊愿意出来 其他则是没有意愿 宁愿不做生意 也不愿冒着被感染的风险 所以营业日期再次延到7月27 第一因为风险没降低 第二我们的意团都还没有上 所以摊贩对自己保护那个抗体 他们都会有所领域 所以不太敢出台 艾斯路夜市紧邻庙口小吃 形成庙口商圈 是在地人跟观光客都爱来朝圣的景点 若跟着围解风想必还是会有不少人潮 但若没有足够的摊商 也就没有人力来控管人流 营业时间一言再言 生计快撑不住 摊贩们也向政府喊话 担心疫情复燃 没有人敢承担风险 还是要看中央何时确定降级 再来做复事的决定 TVBS新闻刘新葵 吴玉亚基隆采访报导 请大家订阅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